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维仪 首先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上星期的收市情况 纽约股市显著下跌 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确诊个案反弹 南韩和日本新增确诊个案显著增加 加上美国经济数据欠理想拖累美股下挫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市部28,992点跌227点跌幅0.8% 指数最多层跌327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收市部3337点跌35点跌幅1.05% 纳斯达克指数 收市部9576点跌174点跌幅1.8% 创三星期以来最大跌幅1度跌超过2% 科技股连续两天重创 标普科技股指数跌2.3% 费成半导体指数跌3% 金融数据供应商Market调查显示 美国2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初值跌至49.4% 创2013年10月以来最低水平 并且是2016年以来首次跌入收缩状态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也跌至去年8月后最低水平 一周导致累计下跌1.38% 纳斯跌1.59% 创三星期以来最大跌幅 标普指数跌1.26% 再看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ADR教本港收市微升 汇控制合比本港收市升0.29% 中移动升0.19% 中联通跌0.19% 中人受跌0.26% 中海油跌0.4% 中石化跌0.25% 中石油跌0.01% 再看看欧洲股市的表现 欧洲主要股市下跌 受到美股下跌 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在全球进一步扩散的忧虑打击 倫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报7403点 跌32点 法兰克福德指数 收市报13579点 跌84点 巴黎卡指数 收市报6029点 跌32点 再看看油价方面 新型肺炎疫情持续 触发市场忧虑原油需求下降 加上有报道指 俄罗斯和沙特的关系转趋紧张 都引发国际油价上的星期五下跌 纽约旗油每桶报53.38美元 跌0.5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每桶报58.5美元 跌0.81美元 再看看金价 外围金价升至7年高位 半周累计升4% 创去年6月底以来最好表现 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新增确诊病例反弹 鄰近南韩新增病例显著增加 投资者担心疫情会在全球快速抗散 打击经济 避险需求增加 纽约期间每桶报1648.8美元 升28.3美元 再看美元匯价 美元匯价下跌 美国2月份服务业陷入收缩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能在全球进一步抗散 打击美元表现 欧元对美元回升至1.085 调查显示欧元区企业活动 增速较预期好 美元下跌加上市场避险需求上升 日元从上日触及10个月低位回升 最新美元匯价 港元7.7926 日元11.56 欧元1.083 英镑1.2946 瑞士法郎0.9792 家元1.3257 澳元0.6608 樓元0.6318 再看美国各付债券 10年期债券报1.47来 30年期债券报1.92来 这时间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6985点 跌323点 国企指数最新报10640点 跌150点 大股成交暂时101亿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